社會福利參與稅預算是新北首創的參與稅預算形式 內容特點在於社福主題、團體提案、團體執行 讓社會福利預算資源可以透過團體提案執行 真正滿足地方弱勢民眾需要 每個提案都有屬於該團體想傳達及服務的項目 其中提案9號的玉山職員協會 提案代表葛成雲分享了成雲陪伴升職寧心的內容 希望透過心靈支撐課程陪伴長輩用正向觀念學習轉念 那我們是提案9號是在成雲陪伴升職寧心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聽到鷹歌區所有的長輩還有志工 他們心靈脆弱的需求 於是我就是運用我們自己平常在陪伴長輩的一些模式 譬如說成雲的心靈療癒 以及我喜歡這個所謂的綠手指 所以我願意我們用職務來陪伴長輩 那透過整個音樂希望能夠帶領大家走向正向 每一個人都要活出自我的價值 因為在這個比較多災多難的一個社會當中 人的心容易被影響那最重要的是健康如果我們能夠能夠有穩定的情緒 不要有情緒自然我們就能夠有穩定的健康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要推動的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康能夠幸福 新美市體育總會也分享了自己的三號提案 英哥區幼兒體事能促進計畫 希望藉由此次提案促進幼兒體事能 以玩樂的方式讓小朋友在過程中增加體能 不只開心遊玩更要保持健康 今天呢很開心在這邊我們做一個提案是 三號的提案 好我們題目是 英哥區幼兒體事能的促進計畫 那我們希望說藉著這樣的活動可以讓整個英哥地區的小朋友 尤其是幼兒幼兒園的幼兒能夠有玩的機會 因為我們都知道遊戲是幼兒生活的重心 那我們希望透過玩來強化幼兒的體事能 那透過這樣體事能強化呢 讓每個幼兒在身心靈的成長都是健健康康的 除此之外今年度的提案內容多元並深具創意 例如老人部分有讓銀髮長者學習如何成為有土博YouTuber 以及學習煮咖啡培養第二專長的特色課程 而少部分透過音樂學習投掷單親學童性情等 共15項團體社福提案 從即日起投票至11月30號 最終票選出八項最符合英哥的方案 承擇邀請市民朋友投票當新北投家 自己的預算自己決定 記者林印童 新北採訪報導